這個Backspace可以讓它有效果的話 你可以查一下 不過在這裡你可能看不到 到底哪一個才是Backspace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辦法呈現出來 底下有個說明 這邊有8 9 10 13 個為什麼呢 退位 其實就這個 退位 退位就是Backspace 也就是8 那如果今天我希望呢 我要攔截對象裡面不包括8的話 該怎麼做 不包括8 寫作的方式其實蠻多種的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你只要在這個程式裡面 再多一個 多一行就可以了 在這邊 ASCII這裡 因為我現在攔截的是這個範圍 可是這個範圍裡面呢 我可以再Enter Enter之後再判斷一次 第一次判斷這個範圍 可是我要再把它去除掉 去除的話就是If 假如說呢 它ASCII ASC 它的ASC裡面呢 它不包括 不等於8 那怎麼表示呢 不等於8 然後呢直接在這邊呢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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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呢 我第一個層次是 先篩選掉前後 但是呢 我要不包括某一個數字 那這邊的話 我就直接在第二個篩選 第二次篩選裡面呢 再加上我要不等於8 因為如果等於8呢 才會進入到什麼呢 進入到這個地方 那如果說它不等於8 如果不等於8的話呢 那就跳0 也就是說呢 我攔截的對象裡面 就不包含8的意思 那這邊的話我自行 給各位看一下 假如說我今天輸入的是 22 多打一個2好了 按Backspace 它就可以有效果 所以只要增加一行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說我今天要篩選的對象 不包括哪一個按鍵的話 那我就可以在第二個篩選條件裡面 再做一次移服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們試試看 然後把畫面切換給各位